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不一定是对的 欧盟恢复强制真兵可能是一次机会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本期节目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 欧盟恢复强制真兵的事情 最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正在为一件事情恼火 那就是欧盟有恢复全体强制真兵的打算 匈牙利政府上下对这件事情都是口诛笔伐 匈牙利外长更是直言 欧盟就是想把中欧的年轻人送去乌克兰战场 这件事情的源头来自欧洲议会的欧洲人民党 其重要的成员宣称 除了德国 欧盟各国都应该实行全体兵役制 也就是义务兵役制 那么这个政策已经提出 就在整个欧洲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其实义务兵役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在欧洲很多国家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度 那么就其原因是冷战结束之后 欧洲各国不必再包有大量的军队 更加专业化的志愿兵制度更适合欧洲各国的国情 但也正因为如此 在全体兵役制被提出之后 立刻就勾起了欧洲各国对冷战的情绪 我们都知道欧洲是冷战的最前沿 当时的日子并不好过 所以现在欧洲各国对冷战都保持着绝对的警惕 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这个人一直是心知口快的 当即就对这个义务兵役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声称他永远不会派匈牙利的年轻人去参加其他国家的战争 他警告欧盟必须忘掉这个疯狂的想法 不然很可能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欧尔班说的其实很有道理 冷战思维不可取 当今的欧洲局势也的确撑不住这样的折腾 俄罗斯不会坐视欧洲加强自身的军事势力 但是欧尔班这次不一定完全是对的 欧盟恢复义务征兵制度是一把双刃剑 作为旁观者我们都很清楚 欧洲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 其实并不是俄罗斯的威胁 而是美国的控制 俄乌冲突为何会爆发 那是因为在美国的主导之下 北约不断东扩 极限挤压俄罗斯的安全空间 导致了俄罗斯失去了安全感 不得已开始主动进攻 目的是完成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 建立足够的缓冲区 欧洲又为什么会焦虑地区安全问题呢 那是因为美国以及美国控制的政客 不断的炒作俄罗斯威胁论 在整个欧洲渲染紧张的气氛 制造对立 挑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 那么换一句话说 如果欧洲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欧洲的日子会比现在要好过很多 但是独立对于欧洲来说 谈何容易 斯洛伐克总理只是有独立的倾向 就遭到了刺杀 可见独立这个词在欧洲是有多么的禁忌 即使强如法国 其总统马克龙也只是提出欧洲愿景 并没有太过强调和美国的对立 那么就其原因呢 一是因为美国驻军 二是因为欧洲不团结 美国在欧洲的驻军 对欧洲各国来说是保护赛 它也是头上的一把剑 如果欧洲能够拧成一股神 那美国驻军的威胁它其实并不大 欧洲也就有了独立的底气 但这是一把双刃剑 欧洲用不好 很有可能会被美国借刀杀人 这就是偶尔班担心的事情 但是以欧洲目前的情况来看 想要摆脱美国的控制 走寻常路多半是行不通的 机会只有一次 欧洲能够把握住吗 好了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欧盟是否真的能够恢复强制增兵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节目的朋友 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